我是江湖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经典的犯罪动作片 老虎出根 360行行行出状元 但每一行都不缺 有嘴滑舌偷奸耍滑的老油条 李沙展就是这样的滑头 身性分流处处留期 凭借父亲昔日手下战术的维护 在景区虽得不到升迁 但也落得一身清闲 如此好运遭天妒忌 吃早餐时天降横祸遭遇抢劫 被匪徒挟持为人质 胆小的李沙展瞬间双腿发软 尿了裤子 幸得警察及时解救才逃过一截 但她已经昏迷不惜人事 与此同时 毒品走私集团正在进行交易 却发现货物被调包 巨额暴力让毒舌饼心生二意 背地里甩手段用面粉换走了真货 不想此举戳了老虎尾巴 贩毒集团首领罗茂森十分恼火 命令手下尽快追回毒品 外面分身鹤立 毒舌饼便将私藏的毒品 交给了妹妹马当娜 借她之手与需求方私自交易 兄妹俩非法入港相依为命 希望借由毒品生意改善生活 罗茂森团伙杀人引起警方的注意 新近警员草米糕的到来 打破了一切 战术将这件及时的案件 交给了李沙展和草米糕处理 李沙展整日游手好闲 混迹于三教九流之地 朋友娱乐混杂 正所谓出门在外靠朋友 从朋友处得到线索的李沙展 迅速撒网捞鱼 碰巧遇见马当娜与需求方交易 初次碰面 李沙展信仰难耐 大使分流手段 误打误撞跟上了这条线 与此同时 罗茂森也发现了毒舌饼 偷粮换住的所谓 草米糕大胆榜撞的罢案方式 眼泪李沙展大出扬象 李沙展心中记恨草米糕 但仍在乌眼下不得不抵头 碍于擅似命令 不得不继续与其搭档 罗茂森迅速拍手下 将心有二星的毒舌兵解决 因为配合毫无默契 李沙展和草米糕 错失了抓捕罗茂森的机会 马当娜目睹了哥哥的死亡 心中意识难以接受 将怒火全部发泄在了李沙展身上 冷静过后 马当娜决定与警方合作 供出了罗茂森和泰国毒贩的交易地点 警方部下天罗地网实施抓捕 这次行动中 李沙展和草米糕大展身手 出境分头 尘埃落定之后 马当娜选择了离开 罗茂森落网被警方抓捕 但其手下的杀手辉却选择了报复 马当娜因保护李沙展当场中枪身亡 此举让李沙展措手不及 杀手辉绑架了李沙展至亲的妹妹咪咪 威胁其交出自己的老大 为了救出唯一的至亲 李沙展离合战术礼代陶将 带着罗茂森与其与党 进行了换人交易 双方显然都存有私心 一场激烈的枪战无可避免 经过多次磨合 李沙展和草米糕终于有了默契 彼此一个眼神便能心理实惠 成功从罗茂森眼下救出了秘密 这一战赢得漂亮 让警方扬眉吐气 为了加奖两人 李沙展和草米糕也